哈喽大家好,我们又见面了 欢迎来到阿维马克兔 转生小鱼,进化神龙之路 男主进化土蛇王,邂逅被拐小萝莉 为了帮他逃走努力进化 结果下一个进化,居然是蚯蚓的虫 差点暴走吃了少女 关键时刻及时自爆 爆炸过后,少女睁开眼 心想男主变大之后就有点不正常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他超巨大的空洞望下去 一阵阵凉风吹上来 白蛇丧,不要紧吧 画面一转,来到地下 只见土里埋住了一个怪物骸骨 不会是男主吧 下一秒,一个巨大的虫 一边钻的,一边疯狂咀嚼进食 原来是被男主吃掉的怪物 男主汗颜,刚才太危险了 好在关键时刻恢复一时 明明说了要救他 还让他担惊受怕 好在留下了资讯 祈祷这样会解开误会吧 接着抱怨吐槽,什么鬼啊 这个所谓的达特的虫 一时和身体的自由都差点被夺走的说 达特的虫,巨大的蚯蚓 凡是达特的虫从地下路过的地面 就算是贫瘠的大地 都会回复成肥沃之的 要是一不小心冲破地表 来到地上,会变得非常凶暴 四处暴走 足以破坏一个村子 可爱玲珑的单眼是特征 这时系统影响起 打断男主思绪 还有闲情吐槽啊 哎,几乎随时都有可能失常 建议早点进化为好 男主吼杰 脑子里又响起那个声音 吃掉,吃掉,吃掉 顺便问一下 进化需要升到几节 系统告诉他 达特的虫的等级上线是三十级 男主想要这魔多 系统高界 几个小时以内 如果不能进化 一时将被永远剥夺 男主赶紧拼命吃 可饿 为毛我总是这种展开 这次也闯过这关 我刚还不行啊 哦哦哦 转眼太阳就要下山 男主总算爬出地面 看下去前憋憋的 下一个瞬间 直接又变回了蛇的样子 大大喘一口气 哇 差点以为莫命了 没想到 居然被同类的虫袭击 给他反杀 当成了进化的狗粮的说 再看地上 已经是黄昏了 总之 先到安全的地方 男主来到一处棺木丛 就这里吧 先确认一下自己的情况吧 打开面板一看 现在进化成了木蛇族 擅长爬树 以及躲藏 性格稳重 但狩猎的方式很特殊 可以操作周围的树木捕食 又连续进化了两次的说 等级1的属性就这点啊 等级上线50 其他数值基本也就200不到 特殊技能 天之声 稀少中的恩惠 过去的语言 开始脑洞歪歪 操控大数 所谓最降中二攻击 系统声无语 你想多了 新技能勿操 可以操控数 但只限定之夜 男主好是失望 然后又问 话说达特的虫的时候的属性值是多少 系统顿了一下 显示过去的属性值 男主一看无语 这什么鬼 这个超高的HP HP1232 攻击防御都超高 难怪哪个同位这魔男刚 HP太高了 最后变成消耗战 男主吐槽 虽然成功进化 差点吃掉阿莱娜 实在可恨的达特的虫 比起这个确认新技能和耐性 呜哇哇哇 好厉害 居然有这魔多 话说可以多评显示啊 系统补充 大多是达特的虫石新增的 男主听问小不爽 脑洞歪歪 福建卖萌道歉的的虫宝宝 不要讨厌人家 就当对下到阿莱娜的赔偿 这点不过分 好了 开始合成和整理 土地精灵 可以进化 变化 形成 改变土地的技能 MP使用量决定范围 强酸毒牙 在牙齿里制作强力的酸和毒液 MP的使用量 变更酸的强度 和毒液致死量 大治愈 单体治愈 很严重的伤 可以缓慢治疗 暗杀者 追踪单个敌人 只要不被发现 可以成功骑袭刺杀 锐水流剑 可以制作锐利的水剑 一把就能轻易砍矿石 广域治疗 在自己周围 展开有治愈效果的阵 男主满意 暗杀者好用 可以收集情报 还有这魔多回复技能 吸了口气 确认了技能 是时候干活 找寻杀迪拉了 话说没有任何情报 总之先俯瞰一下这一代 直接一个技能 无限水操 水像气球一样 让它浮游上空 缓缓前行 那里有人家 去瞅瞅看 只见一个巨大木门前 坐住一个守卫 凑上去一看 居然有脚 鬼啊 妖精和矮人族 还好理解 这个世界有鬼族啊 话说阿雷娜说过啥 白蛇丧看到过亚人吗 男主想 亚人 什么东东 女孩表示 阿雷娜我是人族 不是人族 但人的样子的生物 叫亚人 人族数量最多 我知道很多了 男主吐槽 果然有这种种族啊 这才相依世界 回想结束 再看对方 喜卡西 这个鬼全身是伤 衣服也破烂不堪 这个门看上去 也破旧不堪 看上去想废村 难道在守护重要的东西 估计可以找到什么情报 前说进去看看 男主沿着草丛爬去 成功进入村子 对蛇来说太轻松了 话说果然 村里面也是破破烂烂 也没几个人影 要是能早点 从人类对话 听到情报就好 可以压根没人影 看到最大的宅子 这里的话有人骂 进去看看 果然刺探从屋顶啊 于是来到屋顶房间偷听 下面传来对话 您在这里啊 请吩咐小的 画面一转 和服鬼娘后面 站住一个鬼族武士 鬼娘表示 丁达啊 都快喘不过气来 让我一个人静静 丁达不同意 一个人太危险 鬼娘长叹一口气 到底什么时候 才能自由行动 丁达过意不去 实在抱歉 委屈公主大人了 男主一听公主 会到这破村子 这里面肯定有事件 不想的预感的说 少一事不如多一事 还是不要扯上关系 嗯 赶紧开溜 想走 然后动了两顶小狮子 下面的鬼舞士丁达 立马抬头 什么人 公主大人 请后退 舞者居然不拔刀 而是做了一个忍者Poss 男主大惊失色 搞砸了 早知道就用技能暗杀者了 赶紧逃啊 丁达一声吼 在那里啊 念动捕获 被精准定位的男主 对方一个技能 把他给盯住了 像被捆绑一样动弹不了 这家伙 明明没有看到我 怎么知道我的正确位置的 动不了啊 叮达淡定表示 抓到了 然后一个猛然下甩手 看招 瞬间一股重力压迫 男主直接从天井掉了下来 牙白 被拉下来了 男主彻底慌了 再看周围 好在是个破屋子 这一掉下来 周围都是杨尘 趁现在赶紧开溜 开溜 末法解除 逃不掉啊 这下糟糕了 烟尘渐渐散开 两个凶神恶煞的 和封鬼族走向他 可恶 只有战斗了吗 男主做好战斗觉悟 只见鬼族武士叮达 直接拔刀 男主骤然不妙 下一瞬 对方一个蹬腿顺步 飞奔过来 哈 男主也不示弱 开始制作水水 技能 多连水枪 三个水枪直接飞向对方 对面忙于应对 男主有一个技能 无限水操 趁现在赶紧跑路 紧接着 一通清脆的狂砍声音 男主做的水枪 被砍成碎片 而且三个水枪 几乎同时都被砍 对方不放慢攻击 直接飞腿冲来 男主直接看傻眼 对方半蹲落地的同时 一个大大圆虎斩 男主的无限水操 被直接砍瓜 男主这下彻底慌了 丁达直直地瞪住他 这一连神速对招 搞得屋子里又是乌烟瘴气 鬼娘公主一边咳 一边抱怨 瞧都 丁达 拜托不要拆屋子磕一步 然后又好奇 啊啦 丁达没法 一下子制服的对手 真是少见 朝地上的男主看去 敌人是 白色的 然后一下惊住 马萨卡 这表情不对 果然 鬼娘公主对丁达大吼 快住手 丁达 丁达瞬间停手 男主也吃了一惊 公主慌忙跑向男主 被丁达拦住 公主大人 不要靠近 危险 公主啥也莫说 直接伸手 按住丁达脑门 下一瞬 丁达感受一股强大重力 伴随一声巨响 趴下 男主看得一头雾水 接着发现 束缚解除了 下一秒更无语 鬼娘公主直接跪坐 口口声声 白蛇大人 男主想什么鬼 白蛇大人 算吗 还没搞清楚情况 鬼娘公主按住丁达 来了一个二人吐下座 实在太抱歉了 不知道是白蛇大人 居然对大人发起攻击 男主一下尴尬 公主继续下跪 发抖求饶 还请 还请宽宏大量 饶恕我们 男主心想 我又不是敌对 于是点头示意 做出了一个水水的 严文字的笑容 公主健壮慌忙起身 阿里嘎多狗仔 以马斯 接着又精准吐槽 话说白蛇大人 你是不是不通人话 男主说对呀 一边点头 一边严文字 谁知公主突然背井闪耀 一副哇苦哇苦的样子 哇 那个传说是真的呀 看男主尬住 赶紧害羞道歉 对不起 男主汗言 话说 那个男的不要紧吧 之后鬼族公主正是道歉并 自我介绍 刚才是在世失礼了 真是抱歉 我是鬼人的巫女 名叫翡翠 接着是舞者 我是公主大人的护卫 名叫丁达 公主询问男主 再让我确认一下可以吗 白蛇大人听懂 我们的语言是吧 男主点头 做出一个大水鸥 翡翠公主又乐呵了 果然传说是真的呀 丁达也震惊 居然是 什么情况 翡翠解说 白蛇大人在我们村子里 作为神的使者 被信奉的对象 然后白蛇大人 可以理解人话 男主总算明白 难怪这魔宫境 翡翠接触解说 而对白蛇大人 动手的人 向传会被诅咒 诅咒不光是本人 还会殃及周围人 说到这里 两人再一次 一起吐下做道歉 只不过 丁达是出于保护我才冒犯 还请大人有大量 男主不知如何是好 白蛇大人什么的 关我毛事 为这被抱歉 我也困惑 不过光言语 怎么解释 应该不会相信的 再看丁达 喂喂 这家伙遍体鳞伤啊 要是治好他 应该相信我 于是乎 男主对丁达使用技能 大治愈 治愈圣光包围下 伤势渐渐转好 这个是大治愈 马萨卡 白蛇大人 您原谅在下了吗 大治愈 对丹的对象实施治愈 伤势严重的 缓缓治愈 丁达赶紧道谢 翡翠直言真太好了 男主也一脸自得 漂亮决定 就这样 再次变回蛇身的男主 阴差阳错祸的 鬼族巫女公主迷媚 还没变龙 就被当神供奉 那么接下来会有什么遭遇 何时解救小罗莉 阿雷娜和姐姐 具体详情 我们后面接着说 今天就到这里 喜欢我们的内容 记得点赞订阅 这里有更多精彩内容 也欢迎留言讨论 我们下次不见不散 欢迎留言 点赞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